还是跟本业比较有关 一届二届五号 你说你想要筹备一些医生小故事 比如说哪一类 因为我觉得大家对于整形外科的想象都有点偏颇 大概大部分人都认为整形就是像医美那边的部分 但是事实上我们在医院里面做的整形 大家觉得多数都是做重建 或者是像比如说颅炎的重建啦外伤啦 然后接断纸啦断手啦断臂啦 为什么你做了一些其他的舒服 开轻松一点的医生 为什么要做这种医生 因为世界上没有轻松舒服的医生 你这样把它放哪里 它也不轻松 我还好看吗 你这么看吗 这里出你 进入战列出了最让医师抓红的病人 钱森宁分别为对医师师傍 里门病情 看什么 A 强求医师保证症 B 戒警装疯好事 C 自以为专家质疑医生 我的答案是 C 自以为专家质疑医生 B 戒警装疯 你是医生你最讨厌B吗 其实我最 我觉得 A 跟C 都是你可以 好好地跟他沟通 然后可以解决的 但是B 是你 你完全没有办法 你不知道要怎么样跟他沟通 你完全没有办法解决 就是A 跟C 都是你可以去努力 但是B的话 你可能就是只能够当下 就只能够压制他 然后 我自己认为是专家的 随心指引的任何一个计划 任何的判断 任何的建议 他全部每个都指引 每个都打 每个都帮你打枪 我就说 那就还行明令是很高的 我帮我做一个老师 哎呦 这样就可以了 有点情绪了 因为我们在急诊室都有呆过 其实那种就是真的喝酒 喝很疯的 有时候都还要找几位来抓或干嘛 这个已经有点超出 就是医师可以用 医学专业来处理的范围 有时候是这样的 好 我会最多 来 接脚 哎呦 你会在巷子头啊 终于你 伤不该跳烟舞了吧 再等一下 好吧 先吃饱再跳 所以 汤克长松露 长松露好了 汤克长松露 看来应该了解松露 请出力 请问哪一种黑松露它的成长期比较短 肉体成浅咖啡至黄色 那都是用来制成加丰富产品 A 夏季黑松露 B 秋季黑松露 C 冬季黑松露 冬季黑松露 我的答案是 A 夏季 对 为什么不是冬天的日照时间不足啊 其实我不太知道那个日照一定是什么颜色 但是感觉夏天应该比较容易成长吧 它是会是说成长期比较短 感觉好像夏天可以长得比较快之类的 而且感觉松露生长在比较寒冷的地方的话 应该是它会发育的要比较比较满的材料 就算是满的 搞定 请 谢谢 果然是要一万元智慧起 哪一种黑松露它的成长期比较短 大多是用来制成加丰富产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